涉入號頂案 並轉列被告的中原院院長翁啟慧 今天一早將進總統府 向馬總統說明 外傳翁啟慧今天向總統請辭的 機率相當高 一般認為只要翁啟慧提出請辭 總統府將不再駁回 翁啟慧18號副立院被巡時 還公開說會堅守崗位 到最後一刻 但據了解他在被控貪污背信 並限時出行之後 中原院院內壓力增加 許多院士都認為院長 應該要自動請辭 而藍綠立委也要求 馬英九禁訴批准 前院長李遠哲也表示 如果檢調涉入調查 認同翁啟慧應該要辭 讓翁啟慧今年二度 向馬總統請辭的壓力大增